哈喽各位大家好我是Kate之丁 讲到台中最有名的酱料 10个有8个会告诉你是 东泉辣椒酱 这瓶小小红色的酱料 到底存在什么魅力 这次就好好聊聊这款 台中炒面必加的东泉辣椒酱 台中美食有三宝 麻义 大面羹 和东泉辣椒酱 只要是台中人 可能都对三样很熟悉 但出了台中 也许连一样都没听过 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一罐 色如红砖 甜而不辣 还带点咸香的东泉辣椒酱 东泉辣椒酱的创办人 是23年次的台中大甲人陈清本 他在1963年的时候 设立了东泉食品工厂 当初是以酱油工厂为目标设立的 但同时其除了酱油 也推出了另外一款东泉辣椒酱 却成为了日后的明星商品 从此热卖60余年 东泉食品工厂做事风格 跟许多台湾老字号的公司行号一样 低调 谨守本分 不愿意过度行销自己 在网路上很难找到 关于东泉食品工厂的内容 更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口碑 台湾早期生活不富裕 吃肉通常都是得等到 节庆时节才吃 一般家庭平时吃的东西只要能够带点鲜味 就是美味无比的佳肴 为了要在日常的食物里加点料 在台湾每个地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酱料 基隆有酒精辣椒酱 台南有双鸡辣椒酱 而台中就是东泉 特别的是这些辣椒酱 因为工厂都不大 早期都是地区限定 仔细去研究东泉辣椒酱的成分有 糯米、辣椒粉、酱油、食盐、糖 跟最特别的甘草粉 据说是因为原料都是来自台中邻近地区 工厂规模小 没办法也没打算大量制造 因此一直都只有进货给台中地区的商店 而且同样的味道从60年前研发至今从未调整 似乎并没有想要调整创新的打算 东泉辣椒酱的特色其实就是不会很辣 台湾人爱吃甜甜咸咸 到了南台湾甜味更加明显 东泉辣椒酱的辣度只是隐约提供一点热度 对于爱吃辣的人来说根本连辣都称不上 因此很多网友在吃过东泉之后 都认为与其说是辣椒酱更应该像是甜辣酱才对 但仔细去分析东泉辣椒酱总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可以回归料理核心的平衡原则跟因地制宜 平衡原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掌握了酸甜苦咸鲜油脂这六大风味 除了酸味比较少以外 东泉辣椒酱里面什么都有了 里面的酱油糖盐这些我们都知道 最强的还是甘草粉这个调味 提供了一点鲜度微苦和辛香感 这也接到了第二点因地制宜 台湾中南部天气炎热 早上上工前都习惯吃点高淀粉类的食物 像是炒面米糕 为了要能够开胃来点辣很正常 甘草粉则是能提供比砂糖更高甜度的效果 抑制咸度增进甜咸融合 并提供一种类似中药的淡淡香气 更加开胃而且增加层次感 东泉辣椒酱最经典的就是搭配炒面 加上一碗猪血汤 除了炒面以外肉粽 羹汤 包子水饺通通都能搭 百搭之名当之无愧 近年甚至有咖啡业者相当具有创意的研发了 东泉辣椒酱咖啡 敢不敢喝考验你的台中人血液浓度 台中另外一个有名的辣椒酱是原美辣椒酱 包装长得跟东泉非常像 但味道比东泉甜度高 辣度低 咸度也更低 听说是风源清水人的最爱 但不论是哪一个品牌 中台湾每一间小吃店都会准备自己店家爱用的那款辣椒酱 放在桌上工人随意取用 有小吃摊业者就表示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平均要用掉10瓶辣椒酱 用量十分惊人 民众长久自然而然就会对辣椒酱产生一种莫名的归属感 即使长大了都想回味 尽管用量惊人 但东泉辣椒酱从最早期18元一瓶 到如今也不过才60元上下 便宜又是难吃救星 神酱之名一传千里 各位朋友 你心中的超级神酱是哪一款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喜欢这支影片也请你按赞分享跟订阅频道 我是克里斯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